郁郁匆匆的密林間 一些大樹的身上被繪製了美麗且應景的圖畫 這是俄羅斯公園藝術項目在2021年的傑作 為曾經受過傷的樹木美化傷痕的同時 也為公園增添了情趣 藝術家埃琳娜·門少娃今年是第一次參與 她畫的是什麼呢 看上去 真是栩栩如生呢 這個公園藝術項目 任何人 無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報名參加 報名者只需要提供自己以往的作品 以及準備在樹上繪製的草圖即可 通過審核的藝術家 就可以分到一棵屬於她的樹了 藝術家們採用的顏料 是安全無毒的 也不會滲透到樹木內部 而在他們繪製之前 就有樹木保護專家對樹木做修復 這個過程就如同牙醫治療蛀牙一樣 這樣整個流程下來 樹木就可以變得健康又美麗了 遊客走到這裡 心情也會隨之變化 如果樹木會自然開啟 為什麼會沒有 我這件事很喜歡 很興奮 很棒 所以走著走著 突然有畫面 如果是 достой的 新唐人記者周琪綜合報導 我這件事就想看了 我這件事就想看了